不管是谁姓坐在地上 还是窝着睡午觉 描心人的可爱模样 掳获不少人的心 这座街猫常驻的小公园 看似平凡 其实背后有一股友善猫咪的 街头力量正在萌芽 仔细一看 好几座特色猫屋 就坐落在公园角落 刚好前面那边是有一个 那个水龙头的 我们就会顺便换薪水给猫咪 然后有时候 其实会这样稍微冲一下 谈到定点 干净喂食的观念 这里的猫屋标准配备 有遮雨区 猫砂盆消毒心解液 缺衣不可 志工细心清理干净 死后接猫的生活起居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长出来 附近的爱猫居民发挥爱心 有人遇上下雨天 专程来垫高猫屋 行动艺术家送来编织品 还有人送来猫跳台 如何让街猫的小窝维持整洁 原来是透过LINE 传联在地猫友群 组成20人爱猫志工团 如六大力全台第一个 由政府设置的 街猫干净招护站 从此展开社区和街猫的全新生活 影片中个性亲人的橘色街猫 叫做老大去年一度上演失踪记 幸好最后透过社区爱猫团通力合作 顺利找回 也让他回到熟悉的地盘 结果然后我还有去通报附近 就是另外不远处的一区 也是喂食区的爱猫 一个礼拜之后通知我说 他们的喂食区这只猫咪出现了 然后我们又去把他给救回来 其实是常常出没在公园的一个国中生 他可能因为很喜欢这只猫咪 就把这只猫咪给带回家 可是可能被家人骂吧 然后又把他给丢出来 结果他丢在他家附近的另外一个位置区 这里有橘色胖猫小花 贴着妙笔贴的妙笔 温和乖巧的袜子 还有个性非常亲人的老大 妙笔来 志工们随口都能叫出街猫的名字 因为他们早已成为社区的一份子 有些个性不亲人的猫咪们现在就算民众靠近 也不会受惊逃开 人猫共处的温馨景象 是一群积极热心的志工 长时间付出的成果 我愿意多很多的游民 那一般的人看到他们其实是会害怕的 游民其实有的都是很少 可是他其实会愿意再多 他也心理照顾猫穿很厚的衣服 他穿了雨衣 然后贴了两袋垃圾袋 然后他就跟我说谢谢 都没有人想跟他说话 我觉得在这边可以找到很多很善良的人 他们想做一个好事的好的事情 因为爱猫串起不同人的连接 志工们也透过干净喂食和美观猫屋改善灵理冲突 不过您可能很难想像 一开始他们也曾面临反对意见 是会有人觉得说 你这样一直喂不好 就是我们在喂的时候 他就会过来在旁边在骂 可能会拿剪一些树枝木棍 然后就是可能看到 就会用嚇阻的方式在驱赶他们这样 而这里的志工 汤米和尹兴去年救援街猫六年后决心离职 开了猫咖啡中途咖啡打造街猫的避风港 咖啡厅里的十只猫咪原本只是路边流浪的街猫 或是被弃养的猫小孩 幸运被救援后 有的成了咖啡厅的工读生 有的还等待被收编 即便不能养猫 那他来这边跟猫咪互动 等到他以后有能力 或甚至是他可以介绍他的亲朋好友 有领养的需求就可以来这边看看 咖啡厅不仅成了猫之工们的救援据点 甚至意外在店门对接 捡到一只在街头流浪的小黄狗 四个月 在那时候能力很精简的状况下 然后又要一直抽空 一直怕他会憋尿 然后我们就一直一天 可能要带他出去散步 大概五六次 这只被猫窝收留的不速之客 后来也幸运找到新家 而志工也因为个猫咪培养出感情 想起过去安宁照顾一只矮末的睫毛 非常不舍 照片上瘦弱的熊猫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 还能有个遮风避雨的窝 和志工的爱与陪伴 照顾了他大概半年多的日子 然后他去年七月底的时候去当天使了 他最后是带着很多人的祝福离开的 对 就是这对我们 他是对我们意义很重大的一个孩子 大家会默默地自己分工起来 其实对我来说我感动的是 这一群猫咏们他们很有心 然后虽然我们每个人能够贡献的心力跟金钱是有限 事实上在赖志工群之外 还有更多爱猫志工默默照顾睫毛 台北市动宝处和动评会规划的猫咪干净照顾站 不仅落实干净喂养和动宝行动 也希望更多人加入 让猫咪深夜食堂有机会在其他地方开张 我们也是对喜欢猫咪的人呼吁说 一人付出一点点 然后也许你负责喂食 我负责救援 我负责中吐 就是每个人分担一点点 那我觉得会让接猫接犬的生活改善很多 我的生命议题 或是所以不同立场的人的那个包容跟理解 都能够更多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文明的进步 从照顾睫毛到抓扎 安排送养 睫毛志工团当初帮助睫毛的初心 竟也发芽茁壮 让这个社会充满更多温暖